大家好,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三 本來這個嚴正聲明應該每個星期二出 不過昨天因為剛剛才放假回來出了北水 所以這個嚴正聲明就順延到今年出 最新的騙圖就用了這個 大家留意一下 第一,我再重申 我並沒有任何Telegram、WhatsApp、Facebook等等的網頁 如果有的話,如果要邀請你去的話 你直接打這個122 黃騙2熱線就是了 好,今天的市場又跌了三百多點 所以昨天趕快離開了波距 如果不然還會死 這裡的市場之中升了百元百分之不多 升了什麼呢? 升了醫療保健、化學製品、零售、金屬等等 是否有運輸 這項需要留意的就是 雖然市場跌 不過中國經濟 是 OK的 怎樣去看到呢? 你看到化學製品、運輸 這些都是跟生產製造業的活動是有關係的 至於一般的金屬和礦石 也都是一般來說 是因為你有某些重型工業所需要用的東西 這方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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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了 若明系呢? 今天是全線彈的 有惠就說 美國對它的制裁 還有些時間 但是 有制裁有制裁的 有時間也沒用呢? 化學製品呢? 你看到就是 中化化肥 雖然你看到它是很小的 不過你也不要小看它 因為中國方面呢 是需要去加大農業方面 化肥 仍然會用到 不過將會逐漸減少 東樂方面 做這個是輕能方面的東西 有關係的 亦都可以OK 零售方面呢? 很簡單 都是比較影響大事不大的東西 一般金色銀礦能源就是 鋁 即是新疆音源這兩樣東西 就是跟光復有關係的 江西彤這些都是比較好 不過這些大的東西 升幅就不會太多 只不過有些細小的東西 就升幅很多 就拖起了整個板 運輸方面 大家看到了 基本上都是 速遞啊 車啊 還有飛機啊 港口啊 等等 是會有所 好的 跟著看看個別板塊方面 看到市貨了 很多都是 綠色一片 從這裡 到這裡 所以今天跌幅 是很廣泛的 升的就好像剛才說了 這個藥名身是 突然之間 由於市場又說 他還沒那麼快 打到他來 所以要炒一點 所以我就說回 是不是不打你呢 最終都是會打的 是不是 那麼石油呢 始終是升了一點 看看這個是 大雪 真的不好樣了 繼續下去了 在這裡短期的支持是178 真長期一點的話 可能真的要下去172 172是什麼水平呢 172就是 以前這個位 這個位 是說172就不點 172又不點 172又不點 現在下回到這裡 假如這裡也支持不到的話 那就怎樣了 沒法子的了 那我就下回到這裡了 現在就一落 又落到1000點了 去到165就落 那麼 沒多好說 是不是 好 我們看看 裡面的股票 給我看看 給我一隻電子